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奇幻冒险电影《纳尼亚传奇2》 在第一部中,四个普通的少年意外来到了纳尼亚世界 帮助纳尼亚世界的居民打败了白女巫 给纳尼亚世界带来了和平和幸福 他们也因此被纳尼亚人尊称为四个最伟大的国王 就在他们返回人类世界的一年之后 这天他们正在地铁站等车 突然列车猛烈的加速 时间也好像被撕裂了一个口子 很显然,四个少年再次来到了纳尼亚世界 虽然地球上经过了一年,而这里已经经过了1300多年 好好的一座城堡好像被中国城管强行拆除了一样 富丽堂皇的宫殿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废墟 昔日的纳尼亚居民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原来大约在一百多年前 纳尼亚世界来了一群新的种族,叫做泰尔玛人 他们使用武力摧毁了纳尼亚王国 屠杀这里的原始居民把他们赶到了森林里 而就在前不久泰尔玛人的皇室发生了动乱 老国王意外去世,眼看王子就要继承王位 可是国王的新弟弟小王爷却闹出了幺蛾子 因为小王爷一直都有不孕不育症 经过普天南科医院的多年治疗竟然好转了 还生了一个儿子 当然是不是今生的就不好说了 有了儿子,小王爷就打算杀掉王子自己当国王 但王子的老师提前放走了王子 并且把老三苏三留下的一个号角给了他 告诉他不但万不得已不能吹响号角 在追兵的紧逼下,为了活命他吹响了号角 也正是因为这个号角,所以我们的四个主角才再次来到了纳尼亚 王子也成功地逃出了小王爷的追捕 见到了森林里的纳尼亚居民 因为王子的祖先屠杀过纳尼亚的居民 还把他们赶到了蛮荒的森林 他们自然要杀死王子 王子承诺只要纳尼亚人帮助他重新夺回王位 他就保证给纳尼亚世界带来和平和幸福 而我们的四个主角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森林里 他们打算集合所有的纳尼亚人推翻台尔玛人的统治 而小王爷也得知了四个少年的到来 开始准备军队将纳尼亚人全部消灭 终于四个少年来到了森林 见到了王子 他们商量了一番决定主动出击偷袭皇宫 但行动失败了 大量的纳尼亚居民白白牺牲 有一次老大彼得和王子还吵了一架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过错甚至恶语相加 这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曾经被少年们打败的白女巫的手下竟然也在这里 他们利用王子和彼得的争吵企图复活白女巫 不过很快就被大家发现了白女巫再次被封印 经过这一次王子和彼得变成了好朋友 他们不再争吵决定精诚团结打败小王爷 而此时小王爷也带着自己的百万大军包围了他们 敌众无寡 老大彼得认为此时只有阿斯兰可以拯救他们 于是他们提出和小王爷单挑 让老二和老四出去寻找纳尼亚的建立者阿斯兰 单挑的环节 彼得经过激战甚至打败了小王爷 可是善良的王子打算放了小王爷 结果导致小王爷变本加厉派出军队全见纳尼亚人 纳尼亚人不是军队的对手 战况越来越差 幸亏老四终于找到了阿斯兰 阿斯兰一声怒吼唤醒了阿斯兰所有的战士 此刻纳尼亚的人民深刻的明白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精髓 所有的数目变成了活动的战车 把小王爷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阿斯兰甚至召唤出了几十米高的河神 在河神的面前再多的军队也不过是鱼虾们的饲料 战争终于以纳尼亚人的胜利而结束了 阿斯兰告诉大家 泰尔玛人其实是来自人类世界 如果他们不愿意留在纳尼亚就送他们离开 当然大部分的泰尔玛人还是希望留下来的 只有小王爷一家人和我们的四个主角返回了人类世界 至此电影结束 好了故事讲完了 有喜欢的哥哥姐姐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朱迪我们下期再见